はいみなさん こんにゅうじゃいのわいです 今天的主題是 自己紹介 自己紹介 就是自我介紹 那難度是 初級 那大家 也是認識日本人的時候 一定會就是自我介紹嘛 就是我是誰啊 還有從哪裡來 然後喜歡的東西是什麼 那今天的內容也是 就是基本的就是自我介紹的內容 那大家先 先聽一遍看看 然後等一下說明重要單字 還有語法 那先聽看看の 自己紹介 はじめまして 私の名前は 井上です 私は 日本の 神戸から来ました 趣味は スポーツです テニスが好きです 好きな 食べ物は お寿司と納豆です 嫌いな 食べ物は ありません 得意なことは スポーツと 中国語です 苦手なことは 絵を描くことです もしよかったら 友達に なってください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如何 大家大概 聽得懂嗎 這個是 我的 就是簡單的自我介紹 接著看一下重要的單字 第一個 自己紹介 自己紹介 這個沒問題 就是自我介紹 這名詞 接著 シュミ シュミ 這個是 興趣 好 第三個 スポーツ スポーツ 這個是 運動 テニス テニス 玩球 お寿司 お寿司 壽司 那 シュシ 也可以 但是通常前面家 比較有禮貌的感覺 通常大家 比較常講的是 お寿司 這樣配起來就好了 ok 接著 納豆 納豆 這個是 納豆 ok 接著 スキナ 食べ物 スキナ 食べ物 喜歡的 就是食物 嗯 嫌いな 食べ物 嫌いな 食べ物 不喜歡的 食物 接著 得意な こと 得意な こと 就是 擅長的 是 得意な 是比較擅長的意思 好 那相反 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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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不擅長的 是 ok 接著 絵を書き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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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畫 就是 書きます 就是畫 接著 はじめまして はじめまして 初次見面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請多指教 這個日本人 就是 常講的一句話 一定要 學會 然後 最後 もしよかったら 友達になって ください もしよかったら 友達になって ください 他的意思是 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 請跟我做朋友 嗯 這個也是 就是第一次 就是見人的時候 就會常講的一句話 就是 可以的話就是 跟我做朋友吧 もしよかったら 友達になって ください 這個要背取 好 那接著 我們看一下 重要語法 第一個 私の趣味は スポーツです 私の趣味は スポーツです 我的興趣是 運動 好 那自己的興趣 自我介紹的時候 一定會講的東西 所以一定要了解 好 那看一下他的語法 シュミは 名詞 或者 動詞 主書型加 こと です 好 這邊的意思是 如果你的興趣是名詞 那就可以直接加進去 但是如果一個動作的話 一定要 主書型加 こと 好 那我們就是 看一下 了解一下 第一個 我的興趣是 旅遊 好 那旅遊 旅行 旅行 這個是名詞 所以直接可以加進去 私の趣味は 旅行 です 私の趣味は 旅行 です 這樣就好 那看第二個 我的興趣是 看書 好 那看書 是一個動作 所以 他的日文是 私の趣味は 本を 読む こと です 私の趣味は 本を 読む こと 読みます 読む こと 看書 這件事情 這個意思 那 私の趣味は 本 是 有一點怪 我的興趣是 書就有一點怪 所以 看書 這件事情 比較好 OK 那接著看一下 第二個 すきな 食べ物 は お寿司 です 喜歡的食物 是 壽司 自我介紹 一定會講到 就是自己喜歡的東西 是什麼 不喜歡的東西 是什麼 好 那 喜歡的 好 好 然後接名詞 不喜歡的 嫌いな 然後 名詞 那看一下 例子 我喜歡的花 是櫻花 怎麼說呢 私の好きな花 は さくら です 私の好きな花 は さくら です 那前面的私の 是通常可以省略 好 那看第二個 我不喜歡的 素材是 青椒 跟大皮小心一樣 那怎麼說 嫌いな野菜 は ピーマンです 嫌いな野菜 は ピーマンです 不喜歡的素材是 青椒 OK 有了解嗎 好 稍微練習一下 第一個 我的興趣是 看電影 嗯 怎麼說 如果是動詞 趣味は 映画を見ることです 趣味は 映画を見ることです 好 那這邊趣味は映画です 也算可以 但是 我個人覺得 映画を見ること 看電影 這件事情 比較好 OK 看第二個 我喜歡的動物是 狗 私の好きな動物は 犬です 私の好きな動物は 犬です 嗯 有了解嗎 好 看第三個 我不喜歡的事情是 學習 嗯 好 嫌疑いなことは 嫌疑いなことは 勉強 です 嗯 我是 我是從日本的神戶 過來的 嗯 趣味は スポーツです 興趣是 運動 テニスが 好きです 好 好きな食べ物は お寿司と 納豆 喜欢的食物是 壮丝跟链 就是 嫌疑な食べ物は ありません 没有不喜欢的食物 就是 得意なことは 我自己散々的事情是 スポーツと中国語です 就是运动跟中文 就是 苦手なことは 絵を描くことです 不擅长的事情是 画画这件事情 我真的就是 不太会画画 接着 もしよかったら 友達になってください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 请跟我做朋友 最后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请多指教 如果这个是 很满典型的一个 自我介绍的 就是简单的内容 最后 我再念一遍 最初就想会 快点 また 再听看 自己紹介 初めまして 私の名前は 井上です 私は 日本の 神戸から来ました 趣味は スポーツです テニスが 好きです 好きな食べ物は お寿司と 納豆です 嫌いな食べ物は ありません 得意なことは スポーツと 中国語です 苦手なことは 絵を描くことです もしよかったら 友達になってください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如何 第二次听的时候 应该比较容易 听得懂 那 大家 也是 一定要自己 写作文看看 自己的 就是 喜欢的东西 不喜欢的东西 散散的东西 等等 就是自己照去看看 然后就是 念出来 这样就是 就是可以练习 就是日文 OK 那 最后 讲一件事情 那 如果大家 喜欢这个影片 就请帮我按赞 那 如果有什么意见 就是 请留言给我 或者 请教我 LINE好友 问我问题 好 那 就是 今天的课 到 这边 拜拜